罗马在联赛陷入了不胜怪圈 输给了亚特兰大和国际米兰 踢平了AC米兰和蒙扎 这次场比赛直接让罗马掉队了 在真似的路上走得越来越艰难 频繁的伤病 加上密集的赛程 让穆里尼奥也是很难发挥自己的执教水准 但是在杯赛中 穆里尼奥总能够带给人们清洗 此次罗马来到欧联杯 对阵的是德甲球队勒沃库森 结果主场作战的罗马拿下来了 在两回合的比赛中获得先机 迪巴拉虽然伤愈恢复了合练 但是保险起见 穆里尼奥在这场比赛还是没有让他首发 而是让他在替补席待命 以备不时之需 谁都知道迪巴拉对这只罗马的重要性 他在本赛季各项赛事打进16例进球 还有7个助攻是大腿级球星 他没能首发出战 势必影响到罗马的进攻能力 即便是主场作战 在战术的选择上面 穆里尼奥还是保险为主 先立足防守 再寻找机会完成致命一击 这是非常务实的战术 毕竟如果太激进导致被对手打爆的话 那就非常被动了 结果 穆里尼奥的战术取得了效果 守住的同时完成了进球 进球的是博维 他的捕射带来关键的一场胜利 当然 智力进球亚伯拉罕的作用也非常大 他在前场起到了很重要的支点作用 正是他的射门才让博维有补射的机会 勒沃库森全场也有几个很好的机会 只是安德里希 维尔茨和弗林鹏都一一错过了 1比0的比分对于罗马来说非常满意了 这场比赛也让球迷纷纷发表热议 战术克制完胜 杯赛永远可以相信穆里尼奥 又是一场典型的牧师胜利 也没有球员受伤 非常好 赛前有人把勒沃库森吹得太神了 结果一看一般般 穆里尼奥把勒沃库森的特长完全限制住了 想要晋级还需要再以这样的铁血精神顶久10分钟 曼联你看到了吗 这战鼠 这条轿 由穆里尼奥何至于此 将还是老的辣 防守端让要长两翼齐飞 进攻端极致反击抓到机会 阿龙索被穆里尼奥拿捏了 当今足弹 在自己阵容不起整的情况下 把比赛踢碎 然 后乱中取胜的教练 穆里尼奥敢说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